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国家都是来自其他所有的大学 还是国中医生的学生人 所以我要先说的事情 先说一些比较简单的 我来说生物课 生物大家都在学校都有学校对不对 你有学校没有 有没有 有嘛 有念过生物嘛 这个生物里面有种动物叫做蚂蚁 蚂蚁你们知道吗 蚂蚁的代价怎么说 蚝蝦对 蚝蝦 这个蚝蝦其实不是只有一种蚝蝦 蚝蝦的种类有几十种 有一种的蚝蚝 刚刚两天前 那个discovery 特别演这个有这种蚝蚝 蚝蚝的 他说这种蚝蚝 他说所有的蚝蚝里面 这种蚝蚝最大的 但是呢 虽然真蚝蚝 大家都吃得很好的 三等有人在带他住 啊他的蚝蚝啊 有人在带他去 民层都有了经理 这种的蚝蚝 叫做汉蚝 汉是一个强汉的汉 英语叫做polyer guts p-o-l-y-e-r-g-u-s polyer guts 这种的蚝蚝 蚝蚝他的一种特性 你听清楚吗 很奇怪 这种的蚝蚝 他怎么呢 当长大成蚝蚝 成为蚝蚝大只蚝蚝 他四个 去他的周围 去找其他蚝蚝蚝 这个找其他蚝蚝蚝 去找到蚝蚝蚝就开始倒霉了 因为他的体型 他真壞 那个牙齿真壞 所以他咀到其他蚝蚝 他都会先用重腿 把蚝蚝蚝 现在膝蚝蚝 他就整个都窄窄 整个蚝蚝蚝 staple 非常尊重 intensive 這個收裡面 你知道那個高兄 跟那個蜜蜂 都一樣 那個高兄 有一個高兄的王 女王 會生高兄 現在生高兄 這個高兄就 都在他的收裡面 剛才開始似乎 似乎一樣 生了整堆 跟我們的便宜 我們人類的醫院裡面 那個嬰兒都放在便宜 放幾百 放很多 這個翰蜜蜂 漢蜜 就像那些社長的高兄 跟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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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翰蜜蜜蜂 頭腦很好 他從這個山蜜 要跟台學生 用這個為阿嬤棍 加學生 素於辛苦的體驗 而且還用那個山蜜的體驗 幫助自己的辛苦 所以社長的高兄 他批那個體位 就是那個王高兄 是他的母親 還是他的父親 所以大小翰蜜蜂 這個大隻的王高兄 就是奴隸 由社長變成大隻的山蚂蜜 叫他去找食物啦 叫他從這個房子 那個高兄的收藏裡面 製造得非常好的 它可以在那裡 生物中裡面 有這種的現象 有這種的高兄 其實 人類裡面 也有這種人 也有這種民族 很可笑 今天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就是那個黑色的小隻的 山蚂蜜 是我們 我們 很小時候 國語很小 包括我 我今天六十歲來 過去有很多事情 我都不知道 到我怕你 這幾天 這幾年 這幾年以來 我才知道說 哦 原來我是誰 但是以前我都不知道 跟你們一樣 那時候 那時候學校如果有活動 我是讀建中 我的初中 我的高中 都讀大學 都讀很好的學校 很厚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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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學校 但是這種 坦白說 現在想想 感覺很丟臉 因為我所讀的歷史 都是不對的歷史 所讀的切 其實 都是社會無所謂 像我這種的 剛才蔡總理也有說 在台大 很厚讀大學 這麼厚讀大學 讀大學到今天的為止 大家感覺說 要想我讀大學都不對 所以 所以 今天 我們這十三個 還沒說 非常地好 怎麼非常地好 你有這個機會 這是第一次 夏令營 以前 我們有辦 高階 大人的 成人人的 延訓班 但是年輕人的 我們不要辦 這是第一次 所以雖然 今天有十三個 但是這十三個 坦白說 是中來台灣人 的精英 所以你不能看見你自己 你今天 這個苦衷了 這三天苦衷了 你的徹底 對台灣 這個土地 的屬性 也不一樣 我跟你保證 你絕對也不一樣 他剛才說到這個 他做漢語 強漢的漢 漢語 他的做法 他的做法 跟現實在這個世界裡面 中國人的做法 一樣 你看 如果看中國人 來臺灣的時候 他什麼時候來的 1945年 10月那時候來臺灣 1945年就是 那時候的 所謂的 日本人導航 你一定 你不要打過日本投降 對不對 日本投降 是在1945年 8月15號 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一後 一直到 10月25 10月25號 舉行 日本人 投降典禮 這些人的歷史 你都有打過 我們的副本 跟我們說的是什麼 台灣光復節 來 來說台灣光復節 這裡有光復嗎 我告訴你理由 給你聽 一般都建徵的時候 建贏的 不知道可以說光復 對不對 我建贏 這個土地拿回來 還不叫光復 台灣 和日本有建徵嗎 日本有建徵嗎 你怎麼回答 回答不對也沒關係 我還沒跟你笑 台灣跟日本有建徵嗎 當然也沒有 沒有 雖然台灣跟日本沒有建徵 因為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你有打過嗎 1895年 4月17號 簽的馬關條約 6月2號 李鴻章的兒子 叫做李精芳 在街人的橫濱丸 丁丸 和日本的代表 橫山之際交接 什麼叫做交接 你們可能沒有買家的經驗 不過呢 你如果說 我買這間房子 還是買這個東西 你要用這個東西 我付給你錢 你這個東西要交給我 什麼叫做完成 一個完成那個動作 那個動作和法定上面的程序 就是交接 大人在買股票有沒有 我買股票 我買股票 我買一千塊 我記得我去交集 一千塊錢 交下去 要股票交給我 這個動作 交集和拿股票 這就交接完成 馬關條約 一樣喔 6月2號 李精芳 代表中國政府 清條 華山之際 代表日本政府 跟日本的天宏 辦交接喔 就是說交接說 因為建書 我從台灣跟朋友 我交給你日本 這樣 日本人接到這個 台灣這個土地 你要去想看看 小說 你的阿公 從這間房子賣掉 換到你的時候 換你來繼承的時候 我請問你 你可以去跟我說 欸 那間房子我阿公 賣給你的時候 不準算 不算 我要把你拿回來 可以嗎 你覺得可以嗎 你阿公 家賣給人 現在換你接 還是你老爸接 阿公去那間房子 不準算 我阿公那間 你把我用騙的 拔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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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不準算 你要把那間房子 拿回來 可以嗎 你覺得可以嗎 當然也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交接完成 房子已經變白鞋 你如果要拿到那間房子 最後一種方法 你只要拔鞋 你拔鞋 你拔贏 不然你就要買 這樣 那間房子 你要把他拿回來 台灣比較平衡 一樣 你建政的時候建輸去 從台灣平衡 掛給人 現在中華民國的副本給你 什麼 不平等條約 喔 那當時不平等條約 所以 這個要做 我這個要做 清條 清條 從台灣平衡 掛給日本 我本來不要掛給你的 但是我建政書 我建政書 所以我掛給你 不平等條約 所以 定的條約不準算 你想這樣才不可以 你如果說不可以簽 那個條約的時候 定了說 你清條的房子 日本房子 一隻去簽 那個鞋子 清條的房子 說 欸 你要給我簽 你不給我簽 這樣 這樣我會幫你拍攝 他有提簽到鞋子嗎 沒有嘛 你會當那時候 你不要簽喔 你清條的房子 可以說我不可以簽喔 你如果不可以簽 的結論就是什麼 清條別忘 清朝就是魅王 你不簽那個和平條約 你不要把台灣平和給日本 那你就滅亡 啊 他就要已經什麼 他不要滅亡 他根本要瞭解喔 人沒台了 啊 所以 你已經把台灣平和 掛給人啊 你現在這個時候 你要把他拿回來 可以嗎 不好意思 不行 因為這點 你給他想看看 還給他想回來 政府改正 在庫本裡面跟我們說什麼 1941年12月9號 向日本宣戰 有嗎 有這點 你會記得嗎 他說 1941年12月9號喔 向日本選前喔 啊你知道日本人 我剛才跟你說的是1945年8月15號 導航對不對 日本導航嘛 1941年12月9號 到1945年8月15號 我請問一下 這樣幾年 這樣幾年 1941到1945嘛 簡單啦 用這個大數字來計算啦 這樣幾年 四年嘛 沒有到四年嘛對不對 啊跟你教說八年抗戰 所以你庫本誰會對對不對 絕對不對嘛 跟你騙嘛 哪有八年抗戰 三年多啦 只有三年多而已而已啦 所以第一個庫本 他就讓我們抓包了嘛 三年多的抗戰 跟你說八年 啊我們所有的小孩 如果你讀小孩 庫本跟你哭起說 啊中日戰爭經過幾年 你如果他剩三年了你領分了 啊你如果剩八年 他跟你說你對啦 啊所以台灣人的教育 孩子的教育就不對 三年多的抗戰 跟你說是八年 啊說抗戰 舊街舊的部隊是讓清調 這個日本人的部隊 哪怕哪走哪怕哪走 走到哪裡 重慶 好在美國給他救呢 美國喔 那兩顆元主團 等於這個阿祖 長島跟廣島啊 長崎跟廣島啊 救到 中華民國呢 啊不然中華民國 今天就沒有了啦 滅亡啦 所以 我們再想看看 他在1945年 八月十五日本島下 1941年 十一月扯到 鄉一本選前 他選前不是沒道理呢 1941年的十二月七號 他跟我們說 日本偷襲珍珠港 你有頭過嗎 偷襲 偷襲什麼 偷襲說你不知道 我頭頭去跟你打 這樣叫偷襲 其實在日本 他說我不是不知道 我有給你打電波 我給你宣戰啊 我有給你宣戰 所以你不能跟我說我偷襲啊 應該用騎襲啦 騎襲 趁你 沒在注意 突然間給你空襲啦 啊日本人是很厲害的 日本人喔 他選這個太平洋 上面 啊選 選到核心 選到那個 哈威兒 啊沒有人知道啊 美國人不知道啊 那時候也很厲害 我們聽人家說 選到這麼多 都沒有人知道啊 所以以前的日本人 日本這個國家的國力 全世界第一名 不要說全世界第一名 到今天為止啊 他又是第一名 怎麼說 你說那奇怪的 我 別人說的都不一樣 補助說的都不一樣 去年啊 有一個六方會談 六方會談是北韓喔 北韓 中國 跟蘇聯 另外的六 另外的三方就是 南朝鮮 日本 跟美國 會談的時候喔 美國人有跟中國的代表說 他講喔 你不能叫你中國的武力 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和我美國的武力 就不算第一名 中國嚇一跳耶 中國跟他說 是怎樣 我怎麼不聽說 他說 他說是不是外 外星人 他說不是 是這個上的 田主席 到今天為止 武力第一名的是什麼 日本 日本 我告訴你喔 中國現在你做一隻 航空母艦有嗎 在烏克蘭 1983年到1988年 經過五年的時間 那隻烏克蘭 那隻航空母艦 還沒做好 外表插插的這樣 沒錢啦 五年裡面開八的 開的 都暖起來 因為六月蘇聯解體嘛 所以那隻航空母艦 解體一後 裡面都和中鋒都不中鋒 摩托都還沒到 然後經過二十年喔 這個烏克蘭說 這隻航空母艦喔 不可以叫做航空母艦 怎麼說呢 那個就沒武器 也沒武裝 裡面也沒摩托 這樣乾脆拍賣 所以他去拍賣 那隻航空母艦的時候 欸 中共喔 他利用那個香港的生理人 去買那隻航空母艦 多少二月 兩千萬美金 兩千萬美金 以我們現在台灣 來給他計算 六億五億多台幣啦 你知道美國做一隻航空母艦 要花多少 五十九億 五十九億喔 兩千萬美金 買這隻航空母艦 現在對我們台灣 跟你算算說 喔 中國擁有航空母艦 其實那隻航空母艦 裡面國數還要很多 那隻兩千萬買以後 中國就說 那個軍方軍方就說 要把它塞到回來 啊 怎麼塞 沒有摩托是怎麼塞 啊 沒辦法啊 這樣用拖的啦 要拖的 那拖的時候喔 那土耳其它動呢 因為剛才開始在製造的時候 那隻航空母艦 放一土耳其的白頭 白頭說 哪裡哪裡 他說呢 你要給我拖走 你在我這裡給我 放這麼久喔 放二十年了喔 那你糟金還不付多少呢 啊 那這中國原大土 還付500萬美金喔 那個糟金也付給他 啊付給他 他為什麼 他就開始要塞 要塞不行的要怎麼 用拖的啦 啊是用拖船拖 拖到那個水式運河啦 哇 水式運河說 當然你不能跟他跪 因為那個 他喔 真跨 八百公囚的那一年長 他說你這樣不行 你不能跪我這個水式運河 我那些 一些設備給你弄壞 這樣要怎麼 你自己去洗啊 要為了要洗喔 洗那個 洗到印度洋 洗到這個大連的麵頭 他又花了六百萬了 這隻航空母艦要製造 不是那麼簡單啊 啊所以我跟你說喔 這隻航空母艦喔 到現在為止 還停在大連的碼頭 啊現在他經常說喔 七月份啊 後來喔 我們就開始要 要開始 要開始那個 四船啦 我跟各位說 還在兩年 那隻航空母艦 還沒燃燈 啊怎麼說 跑到那裡那裡 每一隻飛機 那些戰鬥機 你如果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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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那個飛機速度很快 航空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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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用飛機四船 一隻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 航空三十隻的戰鬥機 美國一隻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航空幾隻 八十五隻 美國的五十九億美金的航空母艦 有幾隻 有十二隻 你知道嗎 日本有喔 日本也有耶 日本有兩隻耶 他現在還有六隻 還在做耶 也要好 所以我說 中國母艦 跟美國來說 相差 非常地對 我要說回來 現在說了 有更興趣 我要說 台灣 和這個 我們大家收藏的 這個歷書的這個課本 第一 台灣光顧節的這個價 中國一直打輸嘛 將來不要打贏嘛 怎麼說光復 再來 我們台灣和日本沒有戰爭嘛 因為為什麼沒有戰爭 台灣是日本的土地耶 馬關條要掛給人 馬關條要將台灣這個土地掛給日本 所以日本會去打台灣 會嗎 絕對不會嘛 怎麼說 自己土地自己去打 不行嘛 很重要有一點 我們的課本絕對沒有 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 以台灣實施 明治憲法 這說起來有更深 實施明治憲法 以後台灣這個土地 變成日本的土地 要由那個馬關條來講 馬關條裡面的第二條有講 不是說我們台灣人 這個馬關條 要掛給日本 以後所有的台灣人 就都變成日本的國民 No 現在變成什麼 日本的居民而已 我們不清楚 我們去 我們要去美國 你剛才移民去美國的時候 美國說 你來投票 可以嗎 絕對不可以嗎 你還沒有變成公民 一樣 這個土地掛給日本的時候 所以台灣還不是 日本的 正式的土地 只有居民而已 所以那個人 到底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上面的人 沒有那個投票款 日本這個國家 不一樣喔 你們聽清楚喔 日本是什麼人 什麼人比較大 天皇 有喔 日本是不是天皇 我們台灣有天皇嗎 沒有 中國有天皇嗎 有 中國是什麼 風土 風土跟天皇是一樣喔 我們不要 這個風土你聽清楚喔 我們台灣人 要向什麼人效忠 台灣人要向什麼人效忠 你講這個 你可能跳得太快 我先來講一下 什麼叫做國家 國家什麼叫做國家 國家的意思是說 一群人 有同樣的理想 可能是同樣的民族 大家都 共聚集在一起 來形成一個部落的管理形式 然後這個部落主連 形成一個 酬長啊 還是國王的 之類的東西出來 民主就是要選擇 那不就是 變成一個國王 這個國王出來的時候 大生對這些人民來說 他有什麼東西 他有偽無 什麼偽無 就是我這個做王的 我來保護大家 這個吉他這的人人民 要對那個國王要什麼 效忠 聽我說一次喔 國家剛才開始生立的時候 領頭的人 領頭的人 要先對所有老百姓 要有一個偽無 什麼偽無 給他保護的偽無 要保護大家 這樣大家就要對這個 這個國家要什麼 效忠 就是說 要先有義務 然後才會有權利 建政不一樣 兩個國家建政 我將你的土地給你占領 對這個土地 愛生有 管理 我給你占領 我就管理了 老百姓才有偽無 可能有人還要給你打 要打你這個土地 那是在後面的部分 偽無的部分 所以 我如果這個土地我占領 別人要給你打 我要出面了 好像我們的學生生化 也是一樣 學生生化 現在有人要求 有人就幫你搶聲 你是平常要打我的人 這好像不像一個國家的形態 當然不是國家 那是一個人的社會 要抓不到這種形態 再說一說回來 台灣這個土地 在馬關雕躍 我給日本 割給日本 日本一體彈 大概1945年4月1號 8月15號是日本投降 4月1號 給我們台灣實施憲法 實施 那個憲法就是日本天皇的招書 這個招書公佈以後 台灣這個土地 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以後 再來問題就是這個地方 到底 日本人有辦法將台灣這個土地 來掛給中華民國嗎 還是掛給什麼人嗎 答案是不可以 所以 中華民國 對台灣這塊土地 沒有所有權 只有什麼 管轄權 哪有管轄權 照著你來 來講這個關台灣的人是誰 是美國人 美國人要關台灣這個土地 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建贏日本 打贏台灣 他把台灣奉扎 你們裡面 有人知道說 日本時代 美國來奉扎台灣 你知道嗎 你走去看看 你有幾個知道嗎 知道說 台灣這個土地 是美國來幫你奉扎 你知道嗎 有一半嗎 沒有 可能好像有一半 你們來算很好 我有一次 現在吼 那個博士生 十二個博士生 上課 我跟他問說 欸 日本時代 誰 轟炸台灣 你知道嗎 他們說什麼 十二個博士生 三百個博士生 你知道 台海比亞 已經 那個博士班 已經比亞 碩士班 比亞 準備要進入 他在那個博士班之前 那個博士生 有七個 沒有 跟他說 日本轟炸台灣 很嚴重 很嚴重 日本哪有可能去轟炸他 自己討著 會轟炸 所以我也鼓勵各位 你們有第一 Facebook在玩嗎 Facebook有玩的 走去看看 Facebook 這樣而已喔 你有你有嗎 有 123 4 這樣而已喔 比我們這個年紀的還要少 我們這頂人都在Facebook上面 你們這幾個人在Facebook而已喔 韓太少了啦 我鼓勵你們 一定要去Facebook去玩 會用電腦的請舉手 會用電腦的 也要用電腦的 都會要嘛 都會要嘛 會不會上網 會上網的舉手 也都會要嘛 啊 MSN也要用的請你舉手 MSN 好 就都會要啊 都只用MSN 你跟人 說一些無聊的話 我跟你說 Facebook喔 歐巴馬去調總統是什麼東西 用什麼 用Facebook 你看歐巴馬的Facebook 有幾萬筆 有幾萬的朋友 好幾百萬耶 算千萬的耶 啊所以呢 Facebook 我不是說Facebook 你一定要 所有時間都放在上面 也不對啦 但是有一個網站 你們要去看 台灣民政府 那幾年 台灣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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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去看看 這個網站裡面 會跟你們 很多很多 你們過去 不知道什麼事 來 廣東回來 台灣這塊土地 我一直強調說 台灣這塊土地 到底什麼人 啊 有人會說 台灣這塊土地 是所有台灣人 這樣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台灣這塊土地 所有台灣人 對不對 說這樣對不對 你們覺得對不對 好像不是說 我請問說 你們在大的房子 你們家大的房子 是所有在那間房子裡面 的人 那對不對 我再說一次 你們想那個邏輯 你們喔 我們這裡上課 要動腦筋 啊 我這副你們的腦筋 你們住那間房子裡面 所有的人 就是那間房子 所有的人 所有權責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講一次 你們在住那間房子 所有的人 就是你們那間房子的所有權責 是不是 對不對 啊 啊 說不對的請你下手 不對的下手 不對的下手 好笑棒 不對啦 說不對的 怎麼說 那間房子 沒有人知道 那間房子 是不是你下手 不是啊 啊 如果說 我就已經住六十年了 已經 慢慢轉變為 是我家的 這樣這樣不行 可以嗎 不行 你們都這麼聰明 你說他住六十年 慢慢演變為 我家的 你們知道說不行 台灣有 一兩個 普通 頭部你們好 那叫 丹龍子 你說台灣已經 逐漸轉變為 民主國家 所以台灣是變成一個 國家 一樣 你就知道說 這間房子 你住六十年 慢慢演變成為 你的 你若小 你別再說這幾個 怎麼說 沒有所有權責 沒有所有權責 你們聽到嗎 對不對 所以現在看台灣這個土地 我告訴你 台灣這個土地 是所有的台灣人 對不對 台灣是不對 什麼人 有所有款的人 人的嘛 來找看看 台灣這個所有款 在哪裡 台灣的所有款 在哪裡 你把它想起來 你聽清楚 我告訴你 這裡有玄機 1895年 大清皇帝 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天皇 有這個條約嘛 馬關條約嘛 對不對 這個有特定嘛 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喔 澎湖和台灣割讓給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 就得到台灣澎湖的所有權嘛 這樣對不對 當然對嘛 百分之百正確嘛 那 那個 大清的地國的天皇 已經將 你兩個土地的 這個所有款交給我嘛 啊我日本天皇 我要自己去地理嗎 沒有 日本天皇沒有自己去治理 他要交什麼人治理 政府嘛 日本天皇很大的嘛 大一後 他將這個日本跟這個台灣跟朋友 這兩個土地 來交給日本的政府來地理嘛 這是完全合乎政治學來地的那個托管嘛 天皇將日本 將這個台灣跟朋友 跟日本的政府來管理 這完全正確嘛 問題再來啦 日本政府發動 太平洋漸戰 1941年 以後1945年的8月15日 日本建設 這樣也搞什麼 跟那些盟軍大家講喔 欸 這樣這個日本要負責任 但是說日本這樣太籠統 他要說 日本天皇要負責任也不用 是日本天皇負責任 還是日本政府來負責任 開會以後說 決定說 啊 日本天皇沒有責任啦 是日本政府有責任啦 所以也要有一個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這第二條 第二條說 日本 Renounce 放棄 All A-L-L Write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澎湖啦 啊 這個 A-L-L 英語的A-L-L A-L什麼意思 全部的意思嘛 啊 所以全部的後面 要加什麼 名詞要加S嘛 哦 你用all apple 要加一個S 所有的蘋果 啊 這個all right 咦 不加S呢 title 不加S呢 and claim 主張不加S呢 所以 這個裡面有玄機啦 有什麼玄機 就是日本並沒有放棄台灣的租款啦 只有放棄租款的管理而已而已 啊 還剩一部分的義務啦 啊 這是怎麼說 日本跟美國的路線可以定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 說美日安保條約 日本的防衛啊 可以包含台灣海峽 所以今天為止台灣這個土地 日本還有責任啦 不是日本你吃吃飽玩要太贏啦 不是啦 是因為台灣這個土地 日本還有責任啦 啊 你們就走一個 跟你們課本的都不一樣對不對 是不是都不一樣 你們從頭到的是什麼 你跟我講 你們頭到的是什麼 你們頭到的是什麼 你們頭到這點嗎 沒有啦 怎麼說沒有 我不要說你沒有啦 台下的法律下 沒有念舊心山和平條約 為什麼 中華民國沒有給你討 沒有給你討 最好你都不知道 這就是什麼 我們是 我們是 經理我跟你們講的 山儀啦 剛才我講的山頂的那個高兄 很認真 很打招 啊 去到那個紅色的 那個螞蟻啊 叫做漢儀啊 鳳姐 啊 所有的成員的 山儀都叫做台台 時 啊台時以後 他就是 他要把我們的小孩都跟我們 揣到他 他的手裡面 這個 的家手裡面 很嬌壽喔 還有這個山儀 的體義都把他 收了 把時間 然後 懲罰的生活頂 這懲罰的生活頂喔 啊 昨天說到台灣也一樣 所以現在中國人在台灣 就是這種情況 其实美国人知道 好像台湾人不知道 我还跟你说你 你现在听你 你会觉得你这四人 你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就金山和平台里 说的台湾人是什么 美国他说这个台湾人 他跟你说什么你知道吗 the people of 台湾 路边有一个订一个 台湾关系法你不要听过吗 台湾关系法说台湾是什么 the people on 台湾 来 我们现在 现在有大学 你走去看 念大学 现在大学生 这都大学生 你怎么跟你说英文 the people of 台湾是 反正中文怎么翻 台湾人 people on 台湾怎么翻 people on 台湾 people on 台湾 在台湾的人 你看看 我们所有的学生 这两个英文 都同样 the people of 台湾 跟the people on 台湾 都同样 翻到什么 台湾人 其实这两种的台湾人 跟没有同样 完全没有同样 the people of 台湾 就是什么人 the people of 台湾 就是本土台湾人 people on 台湾 我们是什么 就是 住在台湾 这一块岛上面的台湾人 所以说起来 我们在座国围 都是the people of 台湾 都本土台湾人 马英九是对的人 people on 台湾 他是在深圳出席的 所有的中国人 就是我们普通时 过期习惯里面 我们跟你说 所谓的 外生人 所谓的外生人 就是people on 台湾 所以你看 台湾这个土地 住两种不一样的台湾人 所以美国人 才给你反对 台湾不可以公投 你听到吗 美国一个民主的国家 怎会说 香港给你发言 不可以公投 不可以公投 是什么 两种不一样的人 the people of 台湾 这个人 的属性 the people on 台湾 这个人的属性 对台湾的属性 不一样 要怎么说 所以美国讲 不可以公投 是有道理的 没有道理 台湾人听不 现在你就听不 现在过来 你会问 我们要怎么 台湾人要怎么 各位 台湾人要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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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美国跟你说 独立代表战争 中国说 不可以独立 有没有 台湾可不可以独立 我跟各位说 台湾不可能独立 是怎么不可能独立 因为我们这个土地 行李为纪 听清楚了 再来 这个土地 要够是美国 政府 所以不可以独立 我讲这个地方 我要讲一个 尝试 给你了解 就是战争法 建政法 什么叫建政法 来 建政法 什么 我相信 你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建政法 他在3-hour show everybody at this table Kajekov-sama asked about from YouTube chat 有人在跟他唱歌嗎? 建政法是包含五種東西啦 第一 海牙第四公約 第一 日內瓦和平公約 第三 紅十字會總長城來致有關戰爭的部分 第四 美國陸軍總署的野戰手冊三千幾條 第五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 這五個構成戰爭法 這個戰爭法 全世界的國家 跟很多國家有人去討 我告訴他 沒有人唸 是怎樣 因為建政不是每天發生的 你如果跟戰爭法 你會沒有飯好吃 但是 剛才我也去討戰爭法 因為 我是為了要拿博士 因為討戰爭法的博士比較簡單 因為我在日本討的 日本人 他們對戰爭的概念沒有很好 所以我討學術醫院 我就算你討學術 原因就是 因為建政法指導的博士比較少 我拿博士比較簡單 就是為了貪便宜 借別館 他沒聲了 就不想我地這個博士班的 建政法一號 當回去 2002年6月20日 我逃離中國 回去後 這個 may feel me forward misma fui 在餐 Want kus tu him 你就讀 man 老lavu 說 怎麼我去建政法 你爲 說 我去日本 你怎麼沒有 種建政法 要就把台灣的 teaüi來 說 哇 臺灣的地位不是很多人寫啊 那個黃昭堂啊 陳農水都有寫啊 我跟他寫啊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你應該齁 最健全法 把放在臺灣的地位裡面 我給你介紹一個美國人 叫做何瑞園 明天要把各位送給那個何瑞園 我給你介紹他 然後我跟他介紹食材了 哇 那個啦 我兩個人組了一個道理說 哈 啊 原來臺灣這個道理今天 尤其是美國在自己管啦 美國的軍事政府的土地啦 是怎麼說 因為那個時候啦 美國訪問臺灣 抓到日本導航 而且美國是唯一 對臺灣這一塊土地攻擊的國家 戰爭法裡面說 什麼人 政府什麼人 就是要給他 佔領 啊你會問說奇怪的 啊你說如果這樣照到你 應該今天道理處都是美軍對不對 啊就沒看到美軍啊 你說美國軍事戰爭啊就沒美軍啊 各位 有美軍嗎 你有沒有看到 你說有耶 你有沒有看到美軍 沒有嘛 啊有什麼人看到美軍 沒有嘛 但是 但是 沒有目標沒有看到美軍 沒有標示說沒有美軍呢 我告訴你幾個例子讓你知道 你就知道有美軍啊沒有美軍啦 那幾年三月那個第一年的時候呢 日本 偽 日本偽 偽 900多位美軍來臺灣 這台你看到就有了 那當時AIT選擇了什麼 停止作業 即日起停止作業 所以所有的AIT的人都總去海關 設一個關口 動作中華民國的移民宿 你看 在那AIT的商品你看 那有兩個AIT 你有看到嗎 露飛機 所以 AIT的人隨他回家 就隨他出一出 和他檢查行為就不用 我問你呢 中華民國如果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啦 可以用 我們這個AIT的人 來代替中華民國海關 坐在那個所在你回家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你絕對想法嗎 可以嗎 這張商品不是我 我們去製造的 補助他們的 我們還要顧一段鴨皮 你會覺得說 奇怪 漏飛機直接來 就跑了 顧一個小學你聽到什麼 有 華航派一百 一家那個747 747的飛機能夠多幾人 400幾個對不對 欺騙多幾個人 八的人 那真的多八的人 我去調查 原來啊 不是一個八的人 先來在哪裡 先傳說 先傳說 先傳說落飛機之後 還有八的人 住在台北市的 又背回到台北市的 又背回到台北市的路來 所以中華民國 對我們大家在講 只有對我們台灣人 5人在講而已 說他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其實你看看 這是什麼人在管台灣 其實什麼人在管 美國人在管嘛 我還跟各位說 那天新聞簿下 40的人 美軍的海軍陸戰隊已經在台灣了 而且那四十年住在台 現在的AIT 姓宜路 三段 一百四十七行 的七號 和那個後邊 和平東路 那個下航已經讓美軍四十年住在那裡 那是海軍陸戰隊 所以我們要想一個事情 今天我們如果睡房 這間房子的處住 你怎麼每天都看到處住的面 你們都有一天在外面的睡房 我相信你們 你們現在睡房的 你騎手在我看 幾個 在外面租房子 你的學生一定有租房子 我也有啊 你奇怪 你現在學校都跟那個騎手這樣 啊 現在學校都跟騎手 騎手這樣 騎得慘了 我怎麼看得到對不對 對嗎 請教 你怎麼每天看到處住 如果有的騎你騎手 每天看到處住 處住怎麼在那裡 哦 這樣喔 在那裡說處住怎麼在那裡 啊 不然你不可能每天看到處住啦 所以跟驚人 你說你眼鏡白金 你沒看到美軍在台灣 一樣啦 所以沒看到美軍在台灣 那不代表說 美國人都沒有在台灣 不是啦 因為建政法裡面 有三十九條 有一個規定 他說什麼 贊命 不一定要在當地出現 但是 如果有事情 他那個佔領者的部隊 隨時 可以 到達那個 部隊 這樣也算成為贊命 啊 再來 陸軍給你贊命 空軍有算贊命嗎 也算贊命怎麼沒有 空軍 現在台灣的空軍 什麼人在抗著 美軍在抗著 美軍在抗著 美軍在抗著啊 陸空 也是一種的贊命啊 美國 人造衛星都照得到啊 也是贊命啊 所以表示說美國人 怕你在我們台灣 是百分之百的控制 百分之百的贊領 你有怕到嗎 你有怕一條嗎 如果說美國人 贊命台灣 我跟你說這個 不停 你覺得很驚訝 很驚奇 來 再來說一個事情 他剛才 創總理有跟人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請問 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什麼叫流亡 為什麼叫流亡政府 為什麼叫流亡政府 流亡 是什麼意思 好 達賴喇叭是流亡政府 你不要聽過嗎 你都不要聽過嗎 達賴喇叭 他的國家設在什麼地方 印度嘛 在印度嘛 那不是 設在印度 我請問 印度的人 有在投票選舉 西藏的總統嗎 有沒有 當然沒有嘛 印度的人 不能投票選那個 西藏的 總統嘛 我請問各位 如果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 怕我們在台灣 我們台灣人 你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這樣有合理 先不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先給各位說流亡什麼意思 所謂的流亡的定義就是說 這個國家 政府 政府離開 他自己原有的國土 走去外面的國家 設立的政府 這樣叫做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這個土地 他的娘土在哪裡 在哪裡 中華民國的領土在哪裡 金門馬祖 你還有 當兵 直接走來 你看清楚 那個中華人民 人民共和現在 變成國家 那個 跟金門馬祖 那是中華民國的土地 所以 台灣跟朋友 不是中華民國的 固有領土 所以台灣人 教導你應該選什麼 台灣總統 但是 我們現在你選什麼 中華民國總統 建政的時候 美國風扎台灣 所以那個 那叫那個建政來說 美國人跟台灣人是什麼 敵人嘛 那不是 我們有很多台灣人 風扎的時候 炸死的很多 所以那時候 美國人是 台灣人的敵人 你聽清楚 中華民國跟美國是什麼 同盟國 所以美國如果是 台灣人的敵人 中華民國就是什麼 台灣的 敵人嘛 所以不關於 本時代 台灣人去做兵的時候 有人去中國改建的 這段歷史不可以跟你講 我們台灣 今天 中華民國 是台灣的敵人 我們今天 台灣人 在敵那個 中華民國那裡 沒辦法 跟別人的敵人 說我是中華民國人 你說敵人有敵人 沒有敵人 你如果在台灣你不聽 你聽不到 你如果去全世界去理想 你看看 很多人都說 你台灣人等一下 沒有敵人 沒有敵人 沒有智慧也沒有敵人 這是什麼 紅麻羽 炕彭 將那些三尾 那都是孩子的 把抱抱的 拿回去被人家枕 把它盛開 奪開 拿那個紅麻羽 做苦工 要去找食物 台灣人 現時是藥 會母 會友 台灣人 做工做到眼眨 交稅金 還可以做兵 我们的台湾人的行为跟三马蚁 一模一样 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含什么 含红马蚁 汉鱼一模一样 今天就是红马蚁 因为装过去的三蚁 他给他台积了 他的体力抹在他身上 现在中华民国用家的教育 跟我们这些台湾人都抹抹 大家都不会说 比自己说自己是什么人 你今天在这些最后的目标在里面 就是说要将过去 不对的东西 这顶标面要把它扣掉 这是你们的 在这些最后的目标 这就给大家笑十文言咱咕咕的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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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